有防线跟实验的黄酒 你有喝过吗 Let's try try 最近呢是对黄酒比较感兴趣 于是就上毛宝搜了一下 这款小可爱好 它的价格性呢 我老家户被实验产的 防线重复之久 防线也是全中国比较出名的一个黄酒的产区 天行黄酒 出名实验天香黄酒先公司 也就是说这个产地实际是实验的 如临三多的小黄酒 真正的防线黄酒 两年前我也特地去了 防线那个地方 我弄这小作坊 还是在都是买了一些不同的黄酒 考古的话可以回看一下 那实际这三款都是同一家公司 像这款是小米黄酒 我是一个好奇宝宝 从来没有喝过小米做的黄酒 原味的糯米酒 打的招牌是说孕妇也可以喝 实际它是有酒精度三到六度 不太建议孕妇喝 这样的话你的宝宝也可能是个酒神 这四款酒到底先喝哪一款 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看一下它的一个糖分的含量 就像我们吃法材一样 甜的放在前面还是后面 最后面对不对 包括我们在喝葡萄酒的时候 也是先干型再甜型 这大于100克每升 我靠 这就是超级甜型 酒精度是11度 这款应该是要放在后面 酒精度是10度 清爽半甜型 小黄酒肯定要比重复制 这款的含糖量是要少的 所以它可以往前面放一点 酒精度是12度 并没有写残糖 那就要靠男人的低度感 去感受一下 酒精度比较低 3到6度 糖分其实也没写 好了这两款都要靠感觉 先从这边开始好了 然后这个第三款 这个第四款 那这两款咱们先喝哪个呢 就给上天决定 先喝哪个呢 那咱们就先喝 这个 那咱们这个就第一 这个就第二 第三第四 Let's do it 它就是一个乳白色吧 香气里面是有一种甜甜的米酒 微微的牢骚的风味 各位客观先喝一口 蛮清爽的 它其实更像偏米酒的风格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酒精度 会有一些残糖 30到50之间这样一个段位 比较适合一些姑娘来喝 包括一些刚开始入门的 一些黄酒爱好者 简单一银款 接下来咱们来整 第二款 接近啤酒的颜色 也是有点浑浊 这款里面是带有点沉淀的 更多突出它的曲香 大曲啊 带一闻干型的黄酒 偏了一种绍兴黄酒风格 Cheers 这款还蛮干的 如果说有残糖 可能就一丢丢 有点像我们在上海喝的 食库们 包括像绍兴的黄酒 会计商 包括古月龙山这种风格 它的味道层次感是没有那么丰富的 其实在前两天 我已经给我爸妈有尝过 我老妈是喜欢这款多一点 其他的他都不喜欢 这款的话比较适合一些中老年人 口良酒的基础款的黄酒 接着咱们来第三款 这款其实蛮让我惊讶的 啤酒的那种色子 特别多的曲 第二款的这款小米黄酒的 曲味更多 复杂多了 皮革 突然想起南非的皮脑塔吉的一个品种 有点微微发红的感觉 就像马上把你拽到了 撒哈拉沙漠的风味 Cheers 它比第二款确实要甜很多 半甜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腻 我觉得它的糖分 把控是可以的 也就是它入口会有点微微的苦味 中老年选手比较适合喝这一款 好 那咱们最后一回 我相信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一款的平行 这个塞子实际叫做T型塞 一般在葡萄酒的Port 波特里面用的会比较多 它的作用就是让你喝的时候比较方便 好 虽然说你说我螺旋也可以 但这个感觉逼格要多一点 对不对 好 颜色跟第一款我们做一个对比 有一点点像 但是又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个是完全的乳白色 米白色 这款稍微偏黄一丢丢 有微微的糊味 而我之前所喝的防线的纯复制酒 都是带一些牢骚的米香 应该是工艺里面所带来的一个小问题 它并不是那种愉悦的风味 从你舌尖抵触酒业的类沙拉 你就知道它是厚儿甜厚儿甜的 层当比较高 这四款酒 我个人的主观感受 我喜欢喝的话 实际是这一款 层次感丰富度 这更适合我的 它也有防线黄酒那种甜甜的味道 有它的一个本色 比较干净的一种风格 那个八分 那么第二款 给到这款酒 我的口味还是有点偏中老年人 丰富度包括个性方面是要好一点 而它是偏干型的一款黄酒 7分 排名第三个是糯米酒 比较低度 我觉得小姑娘包括刚入门的都OK 6.5分 一款酒的话比较bug的一款酒 很勉强金格 OK 以上就是大家今天的四款酒的测评 来 加三个 我们烧羊肉 每年过年都会给家里置办一些年货 新疆那边跑了82天 新疆羊肉真的是无敌了 后来我就在网上似乎发现新疆羊肉 卖的比较少 后来就买的是宁夏那边的羊肉 说是弹羊 搞不清楚 我们这边是吃的这种绿皮的要多不 各位可不可以先吃一口 在外地的大家 每次回家的时候会带一些特产 有的时候食物跟酒搭配 还是另一种氛围 我们叫做餐酒搭配 就为什么说黄酒本会越来越受欢迎 是因为也是国潮热 因为毕竟黄酒它是代表中国的 白酒比较高精度 很多年轻人不太喜欢 那黄酒可能就是成为下一个新闯 大冬天的吃脸这种暖和的 真的是舒服 Cheers 就那些影片给点赞转发一键 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say you 来了